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做加州寿司卷 这个加州寿司卷呢可是全美国其中一种最受欢迎的西式寿司卷 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在这里呢我们有两杯的日本米 我们用水呢洗这个米一直到这个水的颜色 洗到变得很透明为止 洗大概十次 这样子做的好处呢就是可以把米表层的淀粉去掉 这样子米才不会过度的粘稠 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米给控干 大概控十分钟 把米放回锅里 加进来两杯的过滤水 这里我们有一片小海带 我们用这个湿毛巾呢给它轻轻的擦干净 把它放到锅里然后用电饭锅给它煮熟 在等待米饭熟的时间呢我们可以来做一些准备工作 首先呢我们就是给这个黄瓜去皮 接下来呢我们用紫菜来测量这个黄瓜的长度 把黄瓜的两个头呢给它切掉 然后接下来就是把这个黄瓜切成四块 黄瓜去籽 每个块呢再切成三分之一 宽的长条 把牛油果也切成两半 然后拿掉它的这个籽 把每一半呢再分成两半 然后把它的皮去掉 我们也是把它切成三分之一宽的长条 然后接下来就是放一些这个柠檬汁在牛油果上面 这样子它的这个颜色才不会变黄变黑 这里我们有六根蟹棒 我们把每个蟹棒呢都分成一半 我们也是把这个紫菜切成一半 现在呢我们就来做我们这个米醋酱 在一个小锅子里我们放进来两汤匙米醋 一茶匙糖 半茶匙盐 我们把它加热一直到说这个糖和盐都化掉 不要给它煮到滚 其实你也可以放到微波炉里加热 三十秒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的饭呢终于煮熟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海带拿掉 然后把它倒到一个大的混合的碗 或者是搅拌的这个盆里面 那传统的做法日本人会使用一个木头做的搅拌盆 叫做Hungary 今天我们就是把我们刚刚做好的米醋 撒在这个米饭上 那我们大概是用这种切 还有这样子折叠的这样子的动作呢 把米饭和醋混合在一起 那时不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扇一下 可是我两个手好像没有办法一起工作的感觉 所以就是这样吧 那我们搅拌到这个米饭已经大概是室温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一个干净的布把这个米饭给盖上 在做这个sushi之前呢 我们旁边要准备一碗水放在旁边 现在我们把这个寿司竹垫呢 放在一个大的zip lock袋子里面 放上来一个紫菜 让这个亮亮的这个面呢 放在下面 把我们的手用湿 放上来大概一碗分量的米饭 然后就是均匀的放在这个紫菜上 在这个米饭上撒上芝麻 然后把它翻过来 然后这个米饭呢 现在是朝下 这个时候我们拿三片牛油果 两个蟹棒 一个黄瓜条 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寿司给卷起来 然后打开再卷一次 那现在每个寿司卷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切成八块 最近呢我收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要求 就是有一个活动呢 希望我可以帮他们做一些加州寿司卷 那我听到这个要求的时候呢 其实我心里面非常的高兴 因为这是它对我的食物的一种赞扬 但同时呢心里面又有点紧张 有点怕怕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一个人 做那么多食物给那么多的人过 那当然了我在这个餐厅帮忙过 就是工作过 那可是呢是跟很多人在一起 做很多食物跟很多人 这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可以帮我加油 那当然了这次这个寿司卷呢 我也跟大家分享了我的做法 希望你会喜欢 那也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最喜欢的寿司卷是哪一种 别忘了订阅按赞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